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像我你不像我 偏偏不告诉你 你爱我你不爱我 这是一个秘密 假如你在庄库 我难免生气 我只好承认我 百分百在意 你是无谓的奇迹 全天下最爱你 你是我命中注定 没人比你美丽 你只陪我好吗 我最爱的你 我对你轻声说 我愿意 我对你大声说 我爱你 芹汐哥哥我们走吧 芹月 来 干嘛呢 嘘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实在是 安耐不住自己的思念之情 所以来问问你 静占如何 静占 你来的真是时候 来 这 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 完美 走 天气真好啊 跟上 跟上 看 那有小鱼吐泡泡 慢点 慢点 慢 慢 慢 前面好多小鱼啊 能听见咱们说什么吗 清不清 你别吃了 清不清 我这走里的身体不好 你要不要来一个 我不要 我不要 你在那里 这 这 看他们说话就说话 靠农近干什么 住手 离我们家芹月远点 什么你们家芹月的 把财命一片呢 凭什么不能我们家芹月啊 说不定 这一片今天就有了 你等着 今天就有了 我们家芹月 我们家芹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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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芹月 你们家芹月 这是你们家 你们家的 就是我们家的 头头头 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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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来了啊 我听说你喝多了 被罚抄女戒啊 太倒霉了 我偷偷从厨房给你带了点点心 我 我不饿了 怎么回事啊 声音这么响 没事 怎么还抖呢 好 来 来 放过来 酒香 少爷 小姐呢 小 我也不知道啊 把你知道的告诉我 夫人小心抬肩 嗯 夫人 老夫人管教她 我们为什么要插手这档子事啊 还要去看她抄书抄得怎么样 把她管教好了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我们帮老夫人调教她 我就不相信 她不会犯任何错误 只要我们找到她一丁半点的错处 说动老夫人 把她撵出府外 到时候 你懂的 夫人应敏 夫人应敏 二少爷 事情就是这样 我知道的多告诉你了 那可能是她贪玩 跟大哥他们出去玩了吧 别担心 不 不 不好了 夫人来了 二少爷 你快救救我 这要是被发现我就完了 不着急 不 娘 子芊 原来您在这儿啊 我找您半天了 你找我何事啊 我专门从和顺堂 给您买了您最喜欢的白玉膏 是吗 好 难得你有这份孝心啊 要不咱们回屋边吃边聊吧 也好 走 谢天谢天 幸好有二少爷 今天能跟你出来真的好开心 谢谢你能陪千语出来交友 我 燕西哥哥你看 这里有个小亭子 天哪 这里的柳树怎么能长得这么茂密呢 不如我们就坐在这儿 一边吃东西一边看景色好不好 好 等等 坐吧 给我 坐 等我啊 等我啊 绿豆糕 蛋黄酥 桂花糕 好了 来 我们去那边 那边看得清楚 走 来 吃块绿豆糕吧 那蛋黄酥呢 听奶奶说你最喜欢吃这个了 对对对 不吃不吃不吃 颜希哥哥 倩语不是有意要为难你的 我知道你忙 这次出来也是听奶奶的话 如果你实在不高兴的话 我们就走吧 老妹回家 咱回去回去 什么情况 这桂花糕味道不错 这桂花糕味道不错 什么意思 真的吗 我好感动哦 颜希哥哥 如果你喜欢吃 以后千语经常做给你吃 我颜希 我整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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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拿点 诶 等等 你忙了这么久也该累的 我来吧 来 你也吃一口 来 你也吃一口 我叫你吃高低火 我 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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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没事 不知道谁在念叨 颜希哥哥 这是我亲手削的苹果 你吃吃 你怎么还吃呢 古颜希 完了完了 完了 早到别人了 完了 我不认识啊 你胖子 你了 来看看看看 人哪 谁 谁 大哥 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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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住 对不住 对不住对不住 是你插着我 大哥大哥 只问大哥 君子动口不动手 你手下了解 手下了解 对对对对 你看我像君子吗 我看你这个面相就像个君子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跟病人计较的病人 我我我我我我这只手他打小不听使唤 叫那个剑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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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对不住对不住 他实在是不听使唤 小子给你赔礼道歉 对不住对不住 赔礼道歉 先看看爷爷的拳头大不大呀 别别别别 住手 别别别 晚儿 没事 你和如大夫怎么会在这里 这位朋友 既然我朋友已经道歉了 我看你也并无大碍 不如就这么算了 无心之过还请不要计较 好啊 还叫帮手 我看你有多厉害 uta 欺负人 砸了人还有理吗 师哥 怎么了 他们砸了人还有打人 还有这种事 打我打 给我打 开火手 我保护你们 后面 别跑 叶熙哥哥 叶熙 别过来 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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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别过来 人太多了 我们一人带个草 快走 别跑 站住 站住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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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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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站住 走 往哪儿去了 人呢 找找 人呢 人呢 哪儿去了 双川 赶紧找 去哪儿了 往哪儿去了 来 去哪儿去了 人 人呢 这么一会儿功夫 人总不见了 他们一定在这里 我们好好搜搜 他们在那儿 快追 快追 别跑 等等 有人 起来 你们两个天天在我这儿 这里私会 上次居然还把我船体 给搞出了个窟窿 这次终于逮着你们了吧 没有的事 桌奸在船 你们还解释什么 赶紧赔钱 不赔钱马上报关 千语姑娘 你放心 我保护你 你一个大夫能行吗 我一个大夫怎么了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谁都比较欺负你 我去看看 安全了 但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去附近镇子上 估量马车 我先送你回去 走 等等 你 你脚受伤了 刚才跑得有点急 没事 我们走吧 有我一个大夫在 你就别逞强了 先坐下 我帮你看看 来 千语姑娘 喜欢什么颜色啊 白色 那喜欢什么水果 荔枝 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哪 好了 不痛了 现在 关节虽然是已经复位了 但还不能乱动 不然还会再次脱臼的 千语姑娘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背你走吧 我很沉的 没事 我原来背过中暑的病人 中得像块石头一样 两个加起来都没你中呢 两个 两个米加起来还没塌中呢 两个米加起来还没塌中呢 快 快上来吧 如大夫 你能行吗 我能行 我能行 能行 如大夫 你真的能行吗 行行行 叫 如鱼就行 走啦 公子 小姐 欢迎下次再来啊 只要你们来 这条船就属于你们的了 主要为早生贵子 早生贵子 承你几言啊 没有下词 算了 算了 把这引来就不好了 你说千语他们会不会有事啊 不会 你怎么知道 如鱼虽然没有练过功夫 但她随身都会携带很多防身的药品 她不会吃亏的 更何况 她跟了这么久 不就是为了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吗 是啊 哦 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 大哥 大哥 认错人了 我和妹妹经过此地 挡了各位大哥的路 我先 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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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门跑啊 放我下来 你先走吧 好的 刚才打她的是我 骂她的也是我 要啥要打随你们便啊 全冲我一个人来 谁要对这姑娘动手 她就不是个男人 真把自己当个男人啊 把他们两个给我绑了 让你们尝尝我寒色万不见的厉害 女儿 千语姑娘 朱大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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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 卢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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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上快上 我们走 我们走 你们别跑 哎哟 哥哥 我听说今晚有流星雨 难得出来一次 不如我们去看完流星雨再说吧 流星雨 对呀 据说可壮观了 错过这次 还要再等八十年才能看到了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看一场流星雨了 要是错过这次 我还得再许一个 长命百岁的愿望 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呢 我看八十年后 你也看不清流星了吧 是啊 所以我们就应该 珍惜大好时光 我保证看完流星雨 我就回去好好抄书 哥哥觉得怎么样 下不为例 等等我 等等我 求相怎么是你啊 你看见小姐了吗 小姐不在房间吗 她跟少爷出去了 糟了 我得赶紧去找她 你能找到吗 我能找到少爷 先找到少爷再说 再来 购买不买 来 姑娘 看看我这荷包 谢谢老板 慢走啊 看这个呢 这个 小哥 糖花 苏小婉 出来看个流星雨 你至于这么大包小包的吗 我这不想得难得出来一次嘛 就多买了一点 原来如此 我是想让哥哥尝尝我们的平米小吃嘛 老爷爷 这个多少钱一个啊 三文钱 三文钱 只是一文钱吗 老爷爷 我现在手里只有一文钱了 不如这样 我看您在这儿站了一晚上了 应该挺累的吧 我之前啊学过谈话 不如我给您做八个 您送我一个 如何呀 看你家官人衣着华贵 也不像是缺钱的人哪 老爷爷 老爷爷 来 老爷爷 来 我跟你说 您有所不知 我是他大的妾 他这次还是偷偷背着他夫人带我溜出来的 四方钱都给没收了 您行行好 帮帮我们 可以可以 来姑娘 站这里 好嘞好嘞 来 来 好嘞 好了 老爷爷您看 满意不 不错不错 这位公子 你有福了 拿了这么一位心灵手巧的好姑娘哪 苏小婉 你又胡说什么了 我这不是缺两万钱吗 行了 姑娘 你把自己的堂话也画了吧 好好好 老人家 老人家 借不说话 好好好 我这还有些钱 别让那个姑娘知道 你拿着 哎 少爷你看 好了 这是什么 这是猫啊 猫 这不是狗尾巴吗 这叫创业 自古以来呀 猫和狗都是死对头 但我的猫和狗是好朋友 有一天猫的尾巴丢了 狗狗就借给它了一条尾巴 然后呢 时间差不多了 走吧 那 走吧 你的东西 对对对 姑娘 老人家劝你一句 这知人知面不知心 男人的心思藏得深 你可得擦亮眼睛 看清楚喽 还不快跟上 来了来了 你刚才跟她说什么了 没什么 你说呀 你说呀 这都什么也乱七八糟的 我重吗 不重 一点都不重 今天要不是有你在 我们恐怕就是凶多吉少了 不用客气 只能怪这帮坏蛋运气太差了 碰上我这个智勇双全的神医 你也累了一天 还要送我回家 真是太麻烦你了 不麻烦 一点都不麻烦 能送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回家 简直是我的荣幸 谢谢你 这有什么可谢的 咱们这也算是共患难了吧 你也要送我 不 下月 好 你也要送我 你不应该我 有听过一个心域传说呀 传说中只要看到流星雨 跟身边的人牵着手许晕 燕望就能实现了 那都是没有依据的民间传说 不可信 少爷 你这个不信那个不信 生活会很无聊的 相信没有根据的传说 才是无聊 刘欣管不到的事 人说不定可以 你有什么愿望不妨说说 那我说出来 你就能帮我实现了 你刚刚说你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要看一场流星雨 现在这个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 我希望 我喜欢的人也能喜欢我 年纪轻轻的 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 知道啊 喜欢就是 虽然很弃他跟我抢鸡腿 但他总会熬夜帮我改账本 让我放心 喜欢就是 在遇到他之后 虽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情 但他总会在第一时间出现 保护我让我安心 喜欢就是 虽然他看上去冷冰冰的 但偶尔却会像一个孩子一样无助 让我心疼 和他在一起的生活酸甜苦辣 我都觉得甜 就是因为有他在 我什么都不怕 所以顾芸汐 我喜欢你 我想陪着你想赖着你 想一直一直和你在一起 在一起的生活是 詞曲 李宗盛 你回眸那一瞬 雨月光 照进我的心 并封住我的思绪 茫茫人海的相遇 满心唤醒 凝望你的眼睛 又闪烁星星 是我最甜梦境 脑海被你的容颜 慢慢笼着 我无处可逃 你身影别再离开 弯弯不远 内心在呼喊 无意间指尖触碰 暗自启动 脸庞的粉红 你是我奋不顾身 得以今生之缘 带头于你 鲜算岁月的垫底 化为甜蜜 你如盛开桃花 青天的河方 融化我的冰冷 融化我的冰冷 我还被你的容颜 满的笼罩 我无处可逃 你身影别再离开 弯弯不远 内心在呼喊 无意间指尖触碰 暗自启动 脸庞的粉红 你是我奋不顾身 云 cualquier movie over me 都已今生之缘 Bond стол階 白头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